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4日 星期六 我們今節跟大家講一節香港的新聞 這節要講的是消費券 竟然變成消費長者券 為甚麼香港政府弄出來的事也是變成消費長者呢 這個跟 中共 跟港共很有關係 因為 根據 香港 港共的大內宣 他們 來來去去 到最後 能夠圈倒的支持者 就是一大堆長者 所以 他們消費不了年輕人 消費不了中產 消費不了 比較年輕的人 只能夠繼續消費老年人 所以他們 搞消費券 變成了消費長者券 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就是連續 第三天 又有 疑似 支持政府的人 有長者 又是因為填寫書面表格 出錯 不能夠拿到消費券 有大量的長者又需要去到太子的始創中心 的消費券 秘書處查詢 以及做這個 補領的手續 換句話說 政府又是爆大鑊 政府 搞甚麼 都是變成爆大鑊的 也不知道 在搞甚麼 明明搞消費券本來就是為了挽救 貧臨崩潰的經濟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派一些堂 派給 那些 長期支持 政府的人 包括一大堆 可能是藍藍地 又或者是淺藍 又或者是中立的 老人家 結果搞派消費券 就是搞到一獲足 結果又在消費他們 話說政府在這個3日 即是昨天又要搞出來補獲 又要增派人手 就是在這個 消費券秘書處 開放 室內的等候區 讓長者 不用再在始創中心 外面 就是日曬雨林在這裏排隊 因為要來求助的長者實在太多了 所以 搞到大把人就排長浪 所以說怎麼會整件事不是消費長者呢 原本 你就是給 消費券他們享用 結果你就是搞到他們又是要來爭取消費券 我不知道 那裏排隊的長者那些消費券對他們有多大的影響 但是我們只知道 當你政府有這樣的政策 要派一些消費券出來 而當有人想拿 然後 發現自己拿不到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很徬徨 所以一大堆人一窩蜂 湧去太子 太子始創中心 那裏 查詢這件事 結果就使得 這個 地方就是人本遺患 大排長浪 結果搞到一大堆年紀不小的長者 就要在外面排隊日曬雨淋 而大部分的長者也不知道 他們自己填表 填錯了些甚麼 情況就是搞到很混亂 也搞到很多長者很無奈 也有人覺得 很憤怒 也有很多人覺得很無助 所以 就是哭起上來 長者很多身體都不好 重要的長者就是 身體不適 行動不便 還要拖著 傷患 走到這個 始創中心外面排隊 所以你說這個政府 不是垃圾到無論是甚麼 整件事都先不算 黃藍的問題 有甚麼政府 專門對老人家開刀 專門對老人家打針 最近害死了一個清潔女工 不讓他們打針 開工 又要他們自費做檢查 基本上 就是逼窮人打針 這個真的是非常邪惡 這些 號稱 有共產主義成份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地方就是對 最沒有錢的人 最殘忍 他們真是 一些社會主義的成份 都沒有 基本上就是逼最窮的人 就是受害 現在的那群長者 來得拿消費券 應該有可能也是需要 靠你去幫助 竟然你又搞到他們填方填不了 還要 日曬雨林 來這個始創中心 查詢到底自己 那份份份發生了甚麼事 你看這個政府 多麼無恥 多麼垃圾 每每 都是向著最弱勢的群體 開刀 好了 根據記者訪問 有個伯伯在哭 說他等到腳痛 因為他 去了18樓的等候區 伯伯說他已經很多次穿梭17樓 跟18樓搞手續 正當他以為自己手續完成了 可以離開的時候 誰知又有工作人員 又要把他 帶回去17樓 又再搞手續 他一路腳痛 一路反反覆覆 被工作人員 將他在17樓和18樓之間 帶來帶去 不知為甚麼這個18樓 忽然間讓我想起就是18層地獄 到底香港政府 其實在做甚麼呢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支持政府的人告訴我 到底其實你這個 糟糕政府在做甚麼呢 另一個就是70多歲的 張先生 張太 他們就從元朗 就是出來太子 又是因為要查詢 那張太子 他們就從元朗出來 他們從元朗出來 已經搞了兩個多小時 又不懂路 又要找路 又要轉車 他們也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們也說 不知道自己到底填表 填錯了哪裏 而他們的兒子患了蟲病 所以他們只能夠自己填那份 而張先生的那個智能電話 壞了 不懂得在網上填寫 那就是相當辛苦 為了那2000元 那2000元就不會讓他發財 但是 就要忍著腳痛 坐車坐兩個多小時 找路找來找去 還要來排隊 了解發生甚麼事 所以你說這個政府 不是仆街政府是甚麼 你派消費券就派了 又要報 又要申請 又要專門玩路人家 你說他們在做甚麼 這班人不是被雷劈 是甚麼 這班人不是落地獄 應該去哪裏 一大堆長者就是求助無援 本來這班人 最應該就是找民建聯幫忙 因為民建聯工聯會 最厲害就是欺騙公公婆婆 這次到底是否關民建聯事 我們也不知道 只是知道他們說去找民建聯的 議員辦事處幫忙 有議員助理幫他們填表 到最後 一個人拿到消費券 另一個人拿不到 不知道到底出錯的地方在哪裏 似乎不關議員辦事處 似乎議員辦事處 就已經幫他填好那份表 所以你說這個政府多麼可惡 陳茂波多麼可惡 你要派 你就派 搞那麼多程序 浪費公帑 基本上是 這裏一大堆人 很多可能就是支持政府的人來的 現在又是給你消費 現在不是派消費券 現在整件事正在做的就是消費長者 將那一班 可能是支持政府 或者沒有反對政府的人 就是玩弄於鼓掌 將他們玩來玩去 這個就是 有扑街政府就是這樣 完全不需要和人民負責 就是這樣 大家 覺得 要期待政府是好人 照顧你們 不要做那麼多壞事 這個其實是 不切實際的幻想 一有權力就會腐化 這個政府現在完全不受制約 就算你多支持政府 你猜他會對你好嗎 這個基本上不可能發生 所以又一次見證一個悲劇 就是有一大堆 懷疑 懷疑 懷疑可能是最支持政府的人 就是繼續被政府 玩弄 這個就是我們的世界 現實 非常之可悲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支持六部曲 記得幫我們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打開 節目清單 無限loop 幫我們播放 我們今節就到這裡 拜拜